下面我想要介绍的是 民法典的第1166条 那么这个条文呢 在侵权责任这一边当中呢 就是无国措责任原则的 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这个条文的内容呢 就是行为人造成他人民是权益损害 不论行为人有无国措 法律规定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这就是无国措责任 那么无国措责任原则呢 和过措原则的区别就在于 他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当中 没有过措的要件 那么这样呢 他的特殊侵权责任 是用无国措责任原则的时候 他的构成要件就剩了三个了 那就是违法行为 损害事实 因果关系 有了这三个要件的时候 就不再去考察 侵权人是不是在主观上 还有过措 这三个要件就构成 就构成侵权责任了 那么无国措责任原则 在整个过措在整个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当中 也是一个不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原则 它是一个辅助性的规则原则 它就跟过措推定原则是一样 那我们说规则原则体系有三个规则原则 一个是过措责任原则 一个是过措推定原则 一个是无过措责任原则 那么最基本最主要的是过措责任原则 那么剩下两个规则原则都是辅助性的 就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为了更好的去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去救济他们的损害 所以呢 规定了可以适用特殊的规则原则 来确定侵权责任 那么无过措责任呢 说起来对保护受害人来说 比过措推定原则可能保护的会更好 因为完全不需要 过措的要件 这就是他的最重要的意义 这样呢 就使受害人 就是被侵权人 在诉讼当中立于更优势的地位 只要证明了三个要件 你就可以获得赔偿 就可以承担 让对方承担侵权责任 这就是他的价值 那么这样一个侵权规则原则 我们和侵权责任去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条文去比 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的侵权责任法的第七条 它是没有损害要件的 就跟第六条第一款是一样的 具体的理由呢 也和第六条第一款当时争议 造成的这种后果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一次民法典 确定侵权责任主要是侵权损害配偿法 因此呢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当中 也增加了损害的要件 这一点是大家在学习 侵权责任法学习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时候 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呢 在这个条文当中 规定无过错责任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就是这个 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 就这个法律规定 这四个字 和第关于规定 过错推定原则的那个第二款 用的是同样的法法 那个也说法律规定 这个说的也是法律规定 那就说 要适用 在特殊侵权责任当中 要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确定责任的时候 就不能依据这个条文 不能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的 这个条文 而是依据 具体的适用 特殊侵权责任 说不适用 不要求有过错的这样的 具体的法律条文才行 就这个法律规定 就当一个法律规定说 没有过错也应该承担 有无过错都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时候 就依据这样一个条文 来解决这个问题 来确定侵权责任构成 那我们现在侵权责任法 关于无过错责任的规定 主要是这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产品责任 所有的产品责任 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这个也是用无过错责任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高度危险责任 高度危险物和高度危险行为 危险活动 那么他们的责任确定 也是用无过错责任 那么还有一个要特别规定的 就是关于饲养动物造成损害 那么两个比较特别的问题 第一个特别的问题呢 就是在医疗损害责任当中 规定了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这个也是用无过错责任 其实它也是一个产品责任 它只是在医疗领域当中 发生的产品责任 所以适用的仍然还是 这个无过错责任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一个特别的问题呢 就是在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当中 关于动物园的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呢 它不是用无过错责任 而是用过错推定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规定 那我们后面再去讲这个问题 除了法律规定的这些 这个民法典侵权责任边 规定这些无过错责任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事发解释当中 确定的工商事故责任 工商事故责任 也适用无过错责任 那么这样呢 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大概就这几种情况 那么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时候 第一点呢 就说他一定要有法律特别规定 那么第二点呢 他的构成要件就变成了三个了 就不强调过错的要件 有无过错都无所谓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 如果侵权人这一方 能够证明被侵权人的损害 是由于他自己的故意造成的 这个时候不构成侵权责任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点 那么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在理解这个条文的时候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把这些问题理解清楚了 那我们对无过错责任原则 基本上就理解清楚了 那么当然 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比方说 有人认为监护人责任 是用无过错责任 有人也有认为 用人单位责任 也是是用无过错责任 那对此我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不是用无过错责任 这一部分呢 请大家注意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 他们也是无过错责任